大家好,我是雷槍 最近日服出了全新的白色情人節活動 聖誕怪盜天草色狼 化身為聖道怪盜基德 啊不,是聖杯怪盜天草色狼 為了解除特意點而穿上燕尾服 闖入戒備森嚴的博物館內 奪取萬惡的聖杯 既然以天草來當主角 那卡池也自然是配合天草吧 但是啊,但是 這次除了會配合天草以外 官方居然還幫天草把最後的技能也季節了 而這個技能甚至直接幫天草來個閒魚大翻身了 那麼今天這部影片 將會主要跟大家解說一下 天草在強化後的強勢之處 以及依然存在的問題 當然啦,也會稍微介紹一下他的技能組 和推薦的禮裝等等 希望能夠讓大家更了解這位聖杯苦主吧 真的啦,去中東撿了五六十年垃圾 最後輸給了一個剛出生沒多久的人造人 還真的蠻靠北的 那麼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正式進入主題吧 5星露娜天草四郎 技能一,賦予衛防單體回合拿星以及MP獲得量提升三回合 技能二,對敵單體滅氣一格 同時降低全體紅卡耐性五回合 並且自充MP20%以及回合回充MP20%持續五回合 技能三,對敵單體衝者100%麻痺一回合 並且提升自身紅卡性能30%三回合 由於技能二影響整體性能以及MP回充量 個人建議優先點滿技二再點技三和技一 寶具則是紅卡全體寶具 在打寶具傷害前會先強解所有敵人的狀態 再對敵全體造成400%的強力攻擊 並且降低暴擊發生率30%三回合 天草說實話經歷了四次的強化 包括三次的技能解放以及一次的寶具解放 而這次他強化了他的技能二是天之杯之後 還真的是無敵了 根本就是一個完全針對高難度 而且是一個非常穩定的高難關打手 自己本身有著材質直接減傷優勢 寶具的傷害前強解以及從者麻痺能夠有效幫助隊伍 去狗活和解決麻煩的敵人BUFF 例如說一些會技能開無敵貫通或者是迴避的敵人 天草的強化解除都能夠有效的應對這類別的關卡設計 雖然現在有不少的關卡 敵人都會有一些固定同時非常麻煩的BUFF 讓你無法解除 但是這並不代表敵人不會額外再開一些噁心技能對吧 而如果你的隊伍裡面帶的打手是天草的話 無論是理想的選擇還是隊伍的穩定性 都能夠提高不少啊 而原本的天草在這次季節前 還存在一個傷害不足的問題 但這次的季節 不但讓天草的紅廚放變成變相增加50%以外 還能夠無視敵人那邊去滅氣妨礙敵人 並且附帶NP之充和降低技能CD兩回合 只能說真的真的 這真的是只有在做夢的時候 才能夠想到的一個強化方案 雖然天草的技能CD還是很長啦 三個技能點滿之後也要分別CD 6回合、8回合和6回合 但是技能的時效長 技能的複合性效果優秀 都讓這個缺點並沒有那麼顯眼就實了 而剩下一個比較大的缺點 可能就只有爆發力沒有到很高這點吧 但是呢 這個問題其實也可以用輔助從者和禮裝來彌補的 暴力村姑和美玲會是最佳選擇 基本上帶了這兩隻你的爆發力 和持續輸出力一定是穩穩的 鼠傻算是一個對側角 用來彌補色卡性能 以及應對極度需要生存力的關卡環境吧 而禮裝也就那幾張而已啊 總來說剛剛要說的基本上都已經說完了 直接優勢穩定產星 多重MP獲取員 ねねもの 變相的5回合58儲放 妨礙性極高的麻痺以及滅氣技能 再加上尊絕不凡的強化解除 而且還是打傷害前的強化解除 即便只有寶1的情況之下 這個寶具效果也足以彌補 他的爆發力不足的問題了 如果天草的麻痺也是能無視類別 而且CT再短那麼一點點的話 我還真的想像不到天草會輸的樣子啊 更何況這次還出了他的怪盜靈異 即便我的凡中已經有一隻 寶2白等的天草 我也忍不住在日服再抽一隻回來啊 真的又帥又強啊 有沒有啊 那句 黑本子フィル起動 喔無敵了無敵了 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再輸了 那麼這次就差不多要到這裡了 如果你也覺得天草強無敵的話 歡迎追隨你一下臉書以及Twitch頻道 觀看更多FGO相關的情報和直播 同時訂閱一鍵小鈴鐺 觀看更多關於不同意義被我的小故事吧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